这个周末美国民众返乡过节 美国汽车协会估计 今年从耶旦节到新年期间 美国的搭机搭车旅客 有1亿1500万人 是四年来最忙碌的假期 其中750万人搭机 今天返乡潮第一天 班级延误状况并不严重 倒是美国机管局警告 假期聚会加上新的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比例低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 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 将会大幅增加 目前JN1变种病毒确诊病例 占全美21% 预计两星期之后将达到50% 但最让人神经紧绷的是 跨年庆祝活动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取得的最新情报资料显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持续 让整个冬天 包括跨年活动在内的 节日庆祝活动 孤狼式的暴力威胁可能升高 而这些孤狼式的单独犯案者 可能以简单的武器 像是枪支刀械和车辆 针对较容易进入的 集会活动发动攻击 另外也可能会以非暴力手段 像是假的炸弹或枪手威胁 试图干扰活动进行 3 2 1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 ABC报道 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倒数 因为参加人数多 加上有媒体的关注 容易吸引外国恐怖组织 本土极端暴力分子 或单独犯案者 成为暴力攻击目标 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具体的威胁情资 TVBS新闻李嘉辉 美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